來我看一下這題 它告訴一個圓還有一個B點 我把這個圓圓形叫O100 半星叫R1叫8 今天我要學一個動圓 這個動圓有什麼特徵 和這個圓相切而且經過B點 好不好 和這個圓相切而且經過這個B點 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算 基本上你觀察一下一件事情 你這時候要和這個圓相切 對吧 所以說要和這個圓相切啊 第一種狀況 它可能和它外切行不行 和它外切這樣行不行 老師覺得內切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好不好 所以說你看第一種狀況 它如果說和這個圓外切的時候 這樣行不行 外切的時候你看一下 這時候圓形在哪 圓形在這 老師這問你圓形有什麼特徵 這時候麻煩一件事情 把圓形圓形和切點連起來 這身體會貢獻 和這OB連起來 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這時候你去把O1 和OB去找一下 這樣行不行 什麼叫O1 O1 O1是這一段 它高等於這R1加上這個R 它等於R1加上R OBA OB是這段R 對不對 今天這兩個 因為我不曉得R是多少 我只曉得R1嘛 所以說我希望把R給消掉 什麼消掉 麻煩就把這兩個抓起來 等一下相減 相減 相減是減掉的 會等於幾 R1 那告訴我R1會等於幾 8 這樣行不行 好 所以說O1有什麼特徵 這兩個相減 會等於幾 8 相減會等於8 基本上會是一種 酸曲線的樣子 但酸曲線 我們要完整一個酸曲線是要加上絕對值 很抱歉這還加絕對值了沒 還沒 所以說第二個 我們再去看一下內切 因為這時候有可能是酸曲線嘛 所以說我們再考慮一個叫什麼 內切 換句話說我一個圓 我這個圓不可能在裡面嘛 在裡面還得了 要過這個B點不可能嘛 所以說要和這個圓內切 可見一定是什麼 大圓包小圓 我這個圓會比較大 而且經過什麼點 B點 這樣包住它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這樣包住它 行不行 這樣包住之後 你看一下 圓心大概大概在這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這時候一樣 好不好 把圓心圓心切點連起來 這樣行不行 和圓心和B點連起來 這樣行不行 一樣 麻煩一件事情 把O1 把OB算一下 這樣行不行 來告訴我 O1 O1是這一條 對吧 這條怎麼算 麻煩我只要這一段吧 怎麼算 把這個什麼 對這大圓而言 這圓心在這圓心到7.4叫R R 扣掉這O1 在這邊 到這7.4叫R1 所以說這段 它會等於R 減掉R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段事情 把這R去減掉R1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來 來 再看一下OBA OB OB就是這藍色的半徑了吧 所以 OB就自己R 所以說 一樣 我這時候把R和R給消掉 把相減 為什麼R和R給R給消掉 因為R不曉得多少 我只知道R1而已嘛 所以相減是消掉 會等於起-R1 會等於-8 有沒有 換句話說 第三步 把這整個觀念綜合起來 可不可以 所以說 老師可以知道 今天有什麼特徑 這兩個相減 把OO1 減掉OB 這兩段相減 局面指揮的引起-8 所以說 今天 會誰 以O1 O1是起-0-0 和B 10-0 所以說 今天 以O1 0-0 B點 10-0 為 焦點 這兩相減 叫幾 A 2A 等於-8 是什麼線 酸 曲線 所以說 今天圖形 是這樣子一個圖形 所以說 以0-0 和10-0 為焦點 所以基本上是什麼形 左右形 所以左右形 怎麼寫 A平方分之 X平方 減掉 B平方分之 Y平方 等於1 所以你觀察一下下 中心呢 中心就是這兩個點的中點 兩點下加12 50 第三個 麻煩你 追平 中心是50 這是10 所以告訴我 C4-7 5 2A等於8 A4-7 4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A平方加B平方等於幾 7平方 所以B就是7 3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寫 翻成4 把這中心帶進去 S-52平方 減掉Y平方等於1 A4-42平方 16 B4-3平方 9 這樣就好了 可不可以嗎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